朱木岩信心满满 但是内心的压力还是很大 朱木岩发动攻势 连续的旋踢终于率先拿下一分 接着再利用对手出腿的空挡 再来一个旋踢拿下第二分 双方继续找寻机会 结果墨西哥的Blanko 一个旋踢之后露出空挡 结果又被朱木岩踢中 拿下第三分 第二回合结束 朱木岩取得3比0的领先 第三回合开始 双方连续的快速旋踢 结果裁判判定各得一分 比数形成4比1 还是朱木岩领先 我们来看慢动作 双方在空中施展快速的旋踢 观众大呼过瘾 也把比赛带到最高潮 朱木岩继续攻击对手 已经形成5比1 胜券在握 朱木岩发觉时间还很久 有点无聊 干脆把他世界文明的空中飞踢 给施展一下 只见朱木岩在空中 有如泰山压顶 把对手吓得脸色铁青 最后朱木岩在倒数声中 兴奋地举取右拳 迎接金牌的胜利 朱木岩为台湾拿下了史上第二面金牌 站上了颁奖台 朱木岩骄傲地举起双手 向观众致意 同时也领取这面得之不意的奥运金牌 朱木岩的连续飞踢 让全世界知道台湾这个名字 台湾终于扬眉吐气 接着我国的奥运会期 在国旗歌的乐声中缓缓地升起 这是多么感人的一刻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 台湾终于办到了 朱木岩为我们台湾写下历史 他的内心也是非常开心 朱木岩的父母红着眼眶 也期待下次朱木岩继续为国争光 其实就是看看2008来 再来一次 2008北京再来一次 再创造光辉历史 轻轻地咬着金牌 朱木岩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他祈祷他的好运 能够传给黄志雄与季熟如 继续为台湾再拿下金牌 华新闻奥运采访团压点报道 中国一位 年轻松是10年 一位 西安 军立 小军要求 facebook 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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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军